虽然在地下停车场看不出来 但这是个美丽的早晨 谭先生第一天开新车上班 他心情愉快 频频回首 正好碰上老板加炒跑而来 老板早 谭先生一向钦佩老板 你的车啊 是 开车们小心一点啊 别撞了我的车 即便被羞辱 他依然渴望成为这样的成功人士 老板 但他没料到 这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居然一秒达成 他花了几秒钟 适应自己的五短身材 我是你老板 是 随即下令替自己发奖金 你在公司表现不错 打算撥一笔绩效奖金给你五十万 满意吧 满意 非常满意 不出所料 谭先生看见自己 果然会为五十万折腰 这三十多年来 也算是重新认识了自己 一上楼他遭遇外国客户 热爱祖国的谭先生外语一向不好 他感到胃痛 心底闪过化身这个洋人的念头 没想到又一秒成真 其实我会讲中文 所以这份预计 你们想改变什么 都可以 你们就开心 就OK了 谭先生立马把合同全权交给中方决定 祖国受尽洋人趋入返余年 这点绵活之力 他还能为祖国尽一点 原来老外都能准时下班 下班还能带气小游山玩水 听到英文就容易胃痛的谭先生眉头一皱 不愿换成了自己的气小 老婆是我啊 坦坦你要相信我啊 那爸爸我的生日几月几号 不要乱叫爸爸 那我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老婆 有这台车啊 我们给你去玩水啊 原来生活可以如此惬意 时光要是能永远停在这一刻就好了 不过时光没有停车子倒是停了 记者包围他们 李文鑫和同给祖国带来的环境污染 谭先生只觉得官武屁事 一心只想救出蹊跷 他看上以正义感闻名的记者 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放心啊 只是他的老婆好像也看上了他 开着低排辆环保小车 谭先生感到自己为山川大地 又尽了绵薄之力 只是很怕女儿吐在自己身上 更可怕的是黑帮车队包抄而来 谭先生原以为换作正义之事 理由力量邪恶 大哥 骗赌债不还 不 不对 他只是个欠了一堆赌债的孬种 跪下 化身黑帮小弟 谭先生狠狠教训这个卫君子 巧妙救出妻晓 我开车好生死了 我没说话 你个大笔你老公 然而黑帮大哥开口要五十万 正好揭发了妻子和自己的长久矛盾 五十万 我有五十万啊 你说你有五十万 我老板今天给我奖金就是五十万啊 你有五十万 你怎么不早说 你什么时候有的五十万 你有五十万 透过后视镜 谭先生又划身黑帮大哥 五十万我也不要了 我没了自己的东西 你大家开车走路回去 他下令放过自己妻晓 脑海中挥之不去的 是目睹自己老婆 当着别人面瞧不起自己 谭先生晕眩走在公路上 打算一了百了 索性辽阔的天地抚慰了他 嫁于十二缸敞篷坐驾 他早已忘记以往每回 围在街上碰见敞篷车都会暗自低谷 傻子下雨了怎么办的自己那股酸气 更不知不觉把车开回老家 叔叔 你的儿子让我来看看你 儿子 你回来了 谭先生自存 正是自己多年没回家 估计任何人把车开进老家情愿 老父都会认错儿子回家了吧 人生的高峰 莫过于开车在老父兜风 一同看看故乡的鱼塘 广告都是这么严的 何况这还是一辆十二缸敞篷坐驾 爸 儿子 你回来就好 只是十二缸敞篷坐驾 也装不下父亲的爱 老父准备了满满的土特产 谭先生不得不喝一位村妇交换身体 吃着老父亲手栽种的萝卜 老父果然还是认得出他 他再也止不住泪水 毕竟明天还是要上班 离开故乡 谭先生奔向他又爱又恨的城市 隔着窗户 他第一次看见自己的生活 是多么一成不变 乏味无聊 谭先生意外发现 老板的超跑钥匙圈 竟然还在口袋里 在换回自己一成不变的躯壳之前 他决定不留一丝遗憾 回到公司停车场 疲惫的谭先生按下遥控器 那一刻他终于明白 刚买了新车的谭先生 依旧只是个谭先生 最后他关上车门开车回家 就像你这样 你给我说了个换来换去的故事 但我觉得 你没有想卖整车给我 对 我没打算买一个车给你 你想花大钱买个一成不变的人生 还是换一个你想换的 只要一成首富买一个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